How's it going?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把臀跳跳得更高 在跳高之前我們要先學會如何跳過障礙物 我們得先找一些地板的縫隙 或者是一些線 或者是小石頭、磚頭 或者是你的手機 或者是寶特瓶來做練習 當你的臀跳練得很扎實 或者是你覺得你的臀跳在滑行中是可以很順暢的臀跳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跳障礙物 我們跳障礙物有三個點 一個點是速度 再來就是你要先看你的腳 再看障礙物 好我們要先有速度 再來就是看你的腳 你的腳站好的時候 快到障礙物的時候就看障礙物 起跳啪 一樣過去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是跟著速度滑板一起過去 你不能跳過去的時候 身體還在後面 你今天在後面的話你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你的腳這樣 然後你就會 你就會往後甩 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機來做練習 因為這是你的手機 如果你沒有跳過的話 你的手機就去了 哈哈哈哈 嘿我要教大家起跳位置該怎麼站 首先我的前腳會站在四顆螺絲後面一點點 與它切齊 這是我平常臀跳的站法 但是呢 現在我要跳更高 所以我得把前腳往後移一點 因為我這樣才有更多的帶板空間 再來呢後腳 後腳一樣是站在板尾追蹺的地方 我們要做pop 但是你要有爆發力 瞬間的用後腳點在地板 然後前腳帶起來 後腳縮 當你已經學會跳過障礙物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越跳越高 我們就來把腳椎當練習吧 你在起跳的時候 你絕對不能在它的前面一點點起跳 因為你一pop的時候 你來不及用你的前腳帶板 你就已經撞到三腳椎了 所以我們得早一點起跳 大概差不多這個位置 點起來後腳爆發力 pop起來的時候 你的前腳足夠的時間去拖板 才會跳得過三腳椎 你拖的時候 你的後腳也需要跟著往上縮 後板尾才會跟著過去 嘿 謝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都學會了嗎 要記得多多練習喔 大家如果想學什麼招式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後不要忘記follow instagram facebook ig ttalk 我們下個影片見 Let's go